女生经济独立究竟有多重要 姐姐的血汗钱被父母夺走给了弟弟 自己连买双200块的鞋子都被父母拒绝了 她都打了钱 我的脚都这么连下了 想说很多啊 你这个鞋子都包存了 我都打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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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府嫌弃妻子逛街三小时乱花钱 本来贵心的她瞬间垫脸 我的女儿逛街啊 我三个小时都不得了一点 逛的天都黑了 你看那个大包修复的 你得过年了 你不能收拾点钱花 在两天中 我钱多不容易 我钱都太黑了 你光走这家花花花 你看你没这一大堆东西 当妻子把一件件东西拿出来后 没有一件是给自己买的 我没什么东西了 我没什么东西 这是你的屁 这是给你爸没有管年纪 这是给黑的没的 这是又是你的 我没什么呢 你没没家 我没什么没 我假的 我没什么没 如果你没有经济独立的能力 就只能在男人面前忍气吞声 行 还要道歉 我来个人把钱去 把钱不要让我 钱钱钱 一天都交的要钱 哪有多钱吗 你把我孩子喝吗 我不跟你要钱 我跟哪个要钱吗 我去跟其他男人要吗 那我也还要你个孩子 哪个国子不要钱吗 才没有人不要钱吗 两个玩的不吃不喝吗 不要以为你挣几个钱 你都不得了了 你在外面上班时来 如果不是我一个人 在屋头都当一面的话 你能安心地在外面上班吗 如果我不是要照顾 我老的销里的话 我早样可以出去赚钱 问候想买件羽龙虎 只能去剪账 不扔在地上的钱 你是我自发三杯 也却口不提的人 你名字像笔手 插入我几寸 因为没有收入来源 连自己喜欢的一双鞋子 都舍不得买 刚刚那鞋还行 那你去买呀 知道了吧 我一堆鞋的耶 等买都买吧 回到以后就自己在想 多痛苦 要不是买一个房子 买一双鞋子 几百万一双鞋子 你觉得你这场上没有自己 觉得自己不会赚钱 就连日常的简单花销 都给丈夫一笔一笔的汇报 太多话还没有说 太多事还没有做 还没睁着你的手 去看远海漂泊 如果最后陪着你 婚姻终究还是把 曾经温柔可爱的小女人 被委屈成了真正的夫妇 老娘不让爸在家买的 你就认为是你养的我了 老娘今天就跟你屡屡 干端了谁养的谁 我二四小时的孩子 一个孩子五圈 恋爱就是一败 三岁算当大厨 八草为啥 当保健员 不当大保险 我一样哭着二宝来捣乱 记得呢 王子不疯的 咱就爱此天色 看在两口字本上 咱都给你剃脚 按时常价格来算 就他妈你挡着点东西 破不起老妈 你不要看不到老娘的属住 老娘不是没有工作 老娘只知道妈的没有公子 与其依靠别人不如努力提升自己 事业对女性太重要了 我十八岁的时候就明白这个道理 女人一定要把所有的希望 冯女标是要定在自己身上 不能依靠任何人 你不能依靠自己的原生家庭 父母兄弟 也不能依靠你未来的另一半 你只能靠自己才是最踩实的 才是这个地气的 说到底女人经济不努力 在婚姻中就不会有话语权 当一个女人没有经济来源 没有工作时 即使你人品再好 再股价 在大部分的人眼里 也是毫无价值 这就是现实